星光滿獨,一哥親領軍,警隊震懾黑幫,作者阮樂游 近日有黑勢力連番肆虐,日前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一名八衣男在街頭嘔打一女子 之後警方在10月25日拘捕一名16歲涉案男子 消息指他有三合會背景 10月25日又流出一段影片 五名男子疑恩不滿被鎖車,因而嘔打山景村保安員 其中一男子更高升自稱三合會人士 警方之後火速展開行動拘捕五名涉案人士 懷疑全部有黑社會背景 警方表明會繼續追緝涉案人士,要他們付出法律代價 為打擊黑勢力,警方於10月26日起於屯門展開一年4日泥霆掃月行動 警務處處長蕭澤宜更親自出馬到現場督司 一哥嚴正表示保安從業員是警隊的緊密合作夥伴 若他們執行職責事,有人對他們作出暴力或違法行為 警方絕對不會容忍,必定涉而不捨,將有關人士承之於法 有消息指警方在連日行動中再拘捕7人,包括黑邦、華氏人 從事件可見警方對黑勢力絕對不容忍,犯法即拉 而且立即掃場打擊黑邦收入,以收震懾之功,壓制他們的氣焰 還記得2019年黑暴期間,黃人不斷弄虛作假 無滅警方與黑邦勾結,阻礙他們進行黑暴破壞活動 現在看到警方致力打擊黑邦,一哥更親自出馬督司 表明與黑邦勢不兩立,黃色謊言被揭破,黃人們可有話要說 我們上說,香港好在有優秀警隊維持治安 方能在多次恐怖破壞之下,行步不失 對黑暴,對黑邦,警隊都是全力打擊,何來勾結之理 只有支持黑暴的黃人,為誤導公眾,所以不斷炮製謊言 抹黑警隊,希望藉此大風向,令公眾仇視警隊 令他們的不法行為在公眾眼中變得合理,站在他們一方 不過,謊言總有被揭破的一日,香港警察是清者自稱 堅守保護香港市民的使命,結果顯而易見 誰貞誰邪,一目了然 嗯